健康有道彩排 开始 大家好 我是燕子 大家好 我是天娜 今天我们的热点换 大哥 你有完没完 你这要拖到啥时候 我们在彩排呢 什么情况啊 这个好头啊 我不让你拖地 你说我丑 燕子 燕子 别着急 她说的是太丑了 如果不拖 可能会摔倒 就是在我们广东有五种天 春天 夏天 秋天 冬天 还有什么天 你记不记得 我当然记到了 回南天 就是啊 3月下旬以来 雨是下个不停 天气依旧潮湿 衣服还是很难晾干 你看看这是什么 这能是什么 拖满水咯 就是了 你拖地的水啊 什么水啊 这是眼泪 这是防几的眼泪啊 回南天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眼泪都是我的体会 你看 这画风又不太对了 感觉 有完没完没 有完没完没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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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哎呀 其实我想说的是 我们的人体呢 就像一所房子 如果我们人体的这所房子 它潮湿了 它会 哦 原来 我先想说 可以吗 回南天里面 你别说就是房子湿了 身体也湿的 好感觉 要是能发霉 它都快发霉了 湿气太重了 听说有这么个说法 说是叫做 北上广不相信眼泪 你越干 晒不干棉被 好像有 你听清楚了 人家说的是体内的眼泪啊 你能拿出去赛吗 你能弄得明白吗 各位 各位 不用过分担心 今天来了一位很厉害的专家 为大家解答所有关于湿气的问题 有请来自广东省中医院的主任医师 毛伟 欢迎毛主任 欢迎毛主任 各位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毛主任好 毛主任好 亲爱的各位观众 您正在收看的是 广东卫视林和广东省卫健委 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 朋友们 今天我们节目关注的健康热点话题 那就是失邪不除百病生 有那么严重吗 主任 是的 失邪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致病因素 一些传染病啊 急性的疾病 慢性的疾病 甚至是艾滋病 肿瘤这一类呢 其实都跟我们讲的这种失 是密不可分的 也是一个最常见的病因 刚才主任也说了 失气往往往上走 走着走着 变着变着 就变成了癌症了 那到底哪些癌症 会喜欢上这些失气呢 失态体内呢 它的致病是非常广泛的 包括各系统 我们代谢性的疾病啊 心血管的疾病啊 在临床当中发现有一些人 就它长期的这种舌台黄厚膩 就它这个失恶长期不消的时候呢 特别是老人家 他就会查出一些肿瘤 中医讲的疲为绅士之源 所以它跟消化系统的肿瘤 是最为常见的 当然消化系统肿瘤有非常多 你们几位能够说出几种呢 消化系统的 肠胃的 胃 胃 肠 肝 还有那个胰脏 对 腺 腺 腺 对 这些呢 其实就是我们 胃肠道的肿瘤 跟湿症有很明显的关系 另外还有一类呢 就是跟男性非常有关系 非常常见的 也是男性独有的一种肿瘤 前列腺了 对 曾经我有一位老病人的话 基本上在我这看病 看了很多年 他就是那个湿热 非常难取消 在他看病了 大概有七八年之后 他查出前列腺癌 今天测一测 我们在场的各位 你们体内的湿气 重还是不重好不好 肯定重 对啊 你知道我们在广东区 老觉得自己湿 第一个 头发和面部长出油 现在头发油是很容易的 我面部很油 我觉得也是偶尔吧 偶尔 四个都有对吧 有 第二个呢是耳内潮湿 就平时拿棉签啊 你弄这个我没有 我那是油耳 有点油不算吧 那第三个 口粘口蛋 这个舌苔厚腻 口蛋啊 口蛋啊 口蛋是什么呢老老师 广东话应该叫 好糖糖嘛 是吧 对是的 就是说你吃东西 就觉得不香 吃什么喝东西也没香 没胃口 没味道 这个胃口可好了 但我舌他有点厚 我也舌他偶尔会有 小腹变大 哦 来一起举个走吧 一二三来 我们吸口气 谁不变大 你们的这个排便 是不是不太通畅 还有一些粘稠呢 有有有 通畅的但偶尔会念一下 我跟朋友去会 喝了红酒之后 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燕子这什么表情 有还是没有 你觉得呢 这有什么好意思的呢 我什么也没说 我们看下一题吧 就是有 下一题 三个人都有 太可怕了 四个还有 下一个我不念 你来念 好 下一个大家看得到了吧 what 音部潮湿 没有 这这这 我有吗 这个东西 你为什么就没有了 也算是吧 往往是男生更常见 对 他们四位呢 都是有一定的湿气的 而且他们表现出来的 这个四个症状呢 也恰恰是我们湿症当中 非常典型 非常常见的一些症状 那老师六项里面 要达到几项 就算是湿气重了 不是一个说 一定要达到几项 而是有一些 特别典型的 只要可能一项 就证明它有湿症 比如说 我舌太非常的厚密 有点刮不干净的这种 如果是出现这种呢 一项就可以证明 它体内是有湿气的 还有一种 就是我们刚刚 大家提到的 就是这个大便的粘腻 大便粘腻呢 其实它可以表现几种 一个它排便 不是很顺畅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 大便排出来之后呢 始终觉得好像 没有排干净 但是我要再排呢 好像又排不出来 这个症状呢 我们就叫理情厚重 那么这种情况呢 往往它也是 代表这个有湿气的 还有一种 就是我大便排得很顺畅 但是我到马桶里 我怎么充都充不干净 大便非常的粘力 也是体内有湿的一个真相 所以刚才提到的六项 无论是有一种 还是有几种 大家都要密切地留意 加以小心 可能就跟湿气有关系 好的 关于我们的湿气和湿热呢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呢 已经是有了一个 基本的了解 当然如果您想要了解 更多的正确的健康知识 您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健康有道的微信公众号 并在后台留言去湿 您还有机会获得 节目组送出的健康礼包一份 我听的很多 但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那我们请教一下专家 非常有道理的一句话 也是非常经典的一句话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它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失邪 就是其实你看 吹来一阵风 你会感觉到冷 寒邪的话 你会觉得马上会感觉到冷 如果是暑热的话呢 你马上会热心 马上会觉得热 我要出汗 对不对 唯有湿气 就是当我们坐在这里头的时候 我们这个演播厅 如果它湿气过高的时候 其实你刚开始 你是感觉不到的 对 所以我们是叫什么 你一直在熏蒸在其中 但是你是不感觉的 所以呢 往往当你发现 出现了这个真相的时候 它已经可能感受了很久了 这是第一个 还有古人说 我们穿的衣服 我们穿的鞋子 包括我们盖的被子 你如果不注意 它其实那种潮湿之气 你随时是在你身边裹挟着的 所以第一个 湿气它的这种感受呢 是有一个隐匿性 第二个呢 我们讲 湿气它是粘腻的 这个粘腻 大家怎么去理解呢 其实我们如果生活当中 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看看我们一些潮湿阴暗的地方 踩上去会觉得很滑 像是海鲜身的一样 对吧 这种它就是一个粘腻的一个东西 就大家其实你很难 你去扫都很难扫干净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湿气粘腻的 还有一个呢 古人讲这个湿鞋呢 就像是如油入面 就是我把这个油泼到这个面里 它马上跟这个面裹挟得很紧 你再想把它拔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是很难 好难哦 所以湿鞋一旦进入到我们人体内 不管它是在各个组织 各个器官的话 它就是呈现这样的状态 它跟它粘得很紧 就是你很难把它去除出来 好可怕 那要是有湿气了 是不是就没救了 就任命吧 不怕不怕 虽然说一湿难除 但是你们都是健康情报员 你们缤分三路 找了很多去湿的方法嘛 对不对 看谁能够获得我们本场的 最佳情报员回章 首先第一个 天娜 据说要先来挑战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呢 非常适合这个季节 而且它非常有味道 什么味道 它是一个在这个季节里面 帮助很多人去湿的 都会开出漂亮的花朵 非常讨人喜欢 人们不仅可以用它 祈福生活的美满平安 还能将它内服或外用 作为自己和家人 解除病痛的良药 小伙伴们 你能猜到 这是哪位本草吗 这个很好猜啊 那你猜猜看 从来说这句话的人 没猜对过的 就是没什么难度啊 你看他刚才说了什么 他说它尊贵像钻石 然后味道还很独特 那就是人参呗 到处都可以见得到的呀 你到处看天天地人参 你们家天天地 你到处见到人参 去调理我们的脾胃 改善我们脾胃的一种 趋损的状态 然后使它的这种功能 更加的正常 去去除我们的湿血 所以它在湿症当中 其实也是非常常用的 但是没那么直接 对 还是等我来吧 我不用想 因为我估计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东西 我太熟悉了 我们小区的这个路上好多 它味道很重 因为很香 而且它还会开花 它就是 鸡蛋花 你别说在广东区 其实鸡蛋花还倒挺多的 对呀 每个小区大部分都有 而且它也算是岭南的炒药 这个非常有道理 因为鸡蛋花 其实是广东的一个 算是比较道地的一个药材 它是一个就是 干 凉 苦 这样的一个药性 所以它往往是用在什么呢 它有一个清热 解暑 去湿 所以它也是跟湿有关系的 抗菌消炎型的 对 但是它是对于就是夏天的这种属湿 非常多 因为它冬天就没花了 所以只能对付夏天的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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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老师已经给了我信心了 来 揭晓一下 它可以用来做吃的 又可以用来做泡脚 还可以用来做揪 这么好用 那就是 我带来这个呢 它可以用来做吃的 又可以用来做泡脚 还可以用来做揪 那就是 这么好用的 别看它长在路边其貌不扬 但是它是我们中药当中的一刀 非常重要的本草 艾草艾叶 永远是艾草 还真是没想到 对 那我们看看主任会不会为您点赞 好 来 3 2 1 请举牌 恭喜 是一个靠谱的健康情报 是的 其实这个艾草呢 是我们中药当中非常非常好的 一位去世的一个药物 诗当中最常见的类型 一个是湿热 一个寒诗 那么艾草呢 因为它具有心温之性 所以呢 它对于去除寒诗非常好 这是艾草第一个作用 第二个就是艾草 其实它的用法非常的广泛 我们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艾丘 对吧 艾丘呢 它会起到一个就是 温经 通落 止痛 同时去除寒诗 通力关节这样一个作用 一般 揪哪里比较去诗呢 这个呢 其实要根据它 湿所停据的地方秃童 它有不同的这个穴位 第二个呢 就大家很熟悉的 我拿它来泡脚 对 其实也是用到一个就是 温经散寒的 温通的一个作用 第三个呢 其实民间大家用的很多 就比如我们去做这个 刚才讲的艾瓷 有的地方叫艾板 或者这个也叫清明板 对 就是专门在清明节的时候 清团 一个踏春 就是可以是祭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时候 清明节时候的这个艾草呢 它是非常清香 非常嫩的 所以做出来呢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品尝到 这个春天的味道 所以呢很适合 就清明节的一个状态 再一个呢就是 我们讲其实艾草呢 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它可以芳香避慧 所以在民间 很多人会把它放进香囊 配到身上 作为这个虚虫 或者是芳香避慧方 避邪 避一些就是传染剂 传染性疾病的这个方式 这么好用 是的 说到去湿 咱们老广 有一款汤是去湿的 你们知道吗 鸡鱼汤 用什么包鸡鱼 免殷 免殷 包鸡鱼 对 这个我们请主任 给我们讲解一下 免殷殷呢 其实它也是一个 就是春天比较常见的 然后它是可以清理肝胆 湿热的 而且它的那个 因为它也属于这种 好一类的 所以它的这种清香 淡淡那种清香是 总之就是非常好入口 这是这个去湿清热的 一个作用 同时你知道 为什么要配白鸡鱼吗 白鸡鱼它并不是单纯 在这里只是一个食材 白鸡鱼在中医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健脾利水 利湿消肿的一个 可以作为一个食材 所以我们在古代当中 有很有名的一个汤 叫千斤驴鱼汤 就专门用来治疗水肿的 那么有专家考证呢 这里千斤驴鱼汤里的鲤 其实就是用的白鸡鱼 而且白鸡鱼 对 白鸡鱼 白鸡鱼其实在我们 就是肾病科当中 对于那些 肾病综合针 低蛋白血症的患者呢 其实它通过这种食料以后 它对这个 提高血里的白蛋白非常快 非常好 白鸡鱼其实也就鸡鱼吧 对 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鸡鱼吧 就罗飞不行 罗飞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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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糊涂到这儿了 江西哥要不你今天安排一下 保证安排 回南天 房子湿了 身体也湿了 就是啊 长期的这种 代表这个有湿气的 会查出一些种 太吓人了 我有吗这个东西 你为什么就没有了呢 往往是男生更常见 对 帮助浴师的 非常好的奔草 专门用于去世抗肿瘤的一个药物 健康有道 正在播出 下面的时间 我们有请布兰特 给我们炮制一下 有请布兰特 大家好我是健康大主布兰特 今天我带来的是 美医者包吉语 刚刚说到了 里面的鱼呢 是这个 还是新鲜的 同样呢 它里面的免疫尘是不能少的 量是大概有30克左右的 生姜是必备的 然后放一两个蜜枣 首先呢我们锅开始热 放一点油 煎一下那个鲫鱼对吧 对 那鱼呢切小一点 口感会更好 汤会更鲜 免疫尘它是有一个 清热力湿的作用 所以呢它主要是对于湿热 特别是肝胆湿热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口黏口苦口气重 这一类人会比较适合 那有没有那种食物 是越吃越湿的呢 其实我觉得有的 但是这个呢 绝对不是某一种食物 而是中医讲的就是 肥肝厚腻是属于人生湿的 同时深冷和寒性的食物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记住七个字 肥肝厚腻生冷寒 肥就是它比较肥腻 油脂比较多的 这一类的食物 肥猪肉是最典型的 肝是甜吗 肝就是甜味 就是过甜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糖水 糖水啊 糕点啊 还有现在很多那种 甜的那种饮料啊 对吧 后就是味道很重的 就是过咸 过辣 过辣 其实都是有的 你不用记着七个字了 我给五个字 你更好用 好吃的 都湿 深冷寒就是像 冰棍啦 雪糕啊 冰冷的 温度上很低的 就叫深冷 就是说没有 没有经过煮的 深冷的食物 寒是指的寒性的食物 所以某种程度上 水果它其实也挺冷的 寒的吧 寒冷的 那么水果呢 其实按照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 水果就不同的水果 它是也有不同的这种性味的 有的是属寒 有的是属热 雪梨啊 西瓜啊 这些都属于比较寒凉的 寒性的食物 就是我们刚才讲 如果是一个脾胃很虚弱的人 那你就不要少吃这种寒性的东西 还有一类呢 它是属于比较这个 偏于湿热的 热性的一些水果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芒果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 可以容易生湿热的一个 类似于这样的水果 还有一些柑橘类的 还有我很爱吃的榴莲 榴莲是很热的 榴莲是热不湿热 榴莲是属于热 但是榴莲因为它又很甜 你看它符合干 对吧 它的质地是不是也是很黏密的这种 所以榴莲其实对某些人来说 也是容易生湿热的 前段日子不是很流行那个 蒸橙子 对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 这橙子里面的维C 是不是蒸完以后就给破坏了 那个时候就蒸橙子 放点盐 这个我也做过 我们家 当时我也是基本上每天 给他们这样做 对对对 就是每一个食物当中呢 我们对它的药性的理解 并不只限于某一种成分 我们在用这个橙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一种酸干 对 然后我加点盐 然后它有咸 中医讲的咸是入肾的 那么酸干是可以化阴的 所以对于新冠那时候 大家都非常的 口干舌燥 喉咙痛 干燥的时候呢 它这种可以更好地 起到一个润肺 止咳的一个作用 所以当时我们用的 只是它的药性 而不是它其中的维C 说了这么多 我发现我们的汤呢 也快包好了 已经包好了 布兰特可以有一碗大碗 好的 好 上汤 谢谢布兰特 健康有道 品尝时刻 免因尘 就是这个味 免因尘就是这个味 布兰特 老广味道 这个火候掌握得很好 喝起来有股甘甜 可以 甘甜香好气 我觉得它好喝 然后呢 有点回甘 更重要的是 它又能出湿热 我觉得太棒了 你很少喝这个汤吗 品尝 因为我不是广东人 不太会饱这个汤 对 可怜的我 我比较少喝 广东人除了这个以上的材料 他还会放赤小豆 有些还会放那个木棉花 广东人煲什么汤都可以放一块猪肉 因为要调味 对对 要调味 我们叫调味 这个汤好喝 我需要学起来 味道好极了 谢谢我们的健康大厨 布兰特 谢谢 我还特别想请教一下主任 主任有没有这个独家秘方 也在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在这个临床当中呢 针对不同的人群 会给他们一些 就是饮食上的一些建议 就是通过食疗的方法 来调养 然后去帮助他们去除这个失血 健康有道干杯时刻 我发现咱俩颜色不一样 那肯定 男士喝男士的 女士喝女士的 男生男女的 女士优先好不好 你看看颜色 我们这个就健康不少 我就浅一点 我们男士浅 他们混沌 深色 金黄一些 什么料下的足啊 我们用的材料呢 有小米 一米 还有就是双花呢 是指的我们的这个扁豆花 和藏红花 古人说呢 女子是以血为用的 当女性发生这种失血之后呢 容易出现一些气血异常 容易出现一些月经那些紊乱 所以我们在预防女性的这种失血的时候呢 我们会选用一些可以健脾补肾的 比如说小米 那么一米呢 它是一个健脾力湿的很好的一个食材 这两个加起来呢 既具补益又可以去湿 但是呢 考虑到就是女性呢 她这个气血的问题 我们可以加入红花 因为红花呢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 活血区域的最好的一个药物 好的藏红花呢 我们就要用三五条的话 你放下去之后呢 它的那个香气非常的浓郁 然后你会马上闻到之后 人的气机就会顺 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辅助去湿的一个药物 那么扁豆花呢 其实是日常非常便宜 非常可得的 它也是清香可以膳湿的 再一个就是女孩子呢 更关注自己的熔岩 所以呢 它就兼具有美容那些效果 太好了 现在家家都有这个豆浆鸡 或者这个破壁鸡 破壁鸡 那么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玉米和这个小米 还有扁豆花呢 放到这个破壁机里 破壁之后呢 煮成我们的姜 像米姜一样东西 会更香 那么喝之前呢 你撒上两三根这个 藏红花上去呢 就是它颜色也会变得 就是非常的黄亮 然后再一个就 香气也非常扑鼻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学起来 会有非常有食欲的 而且操作也方便 最重要的是也便宜啊 对不对 男生的这个 我们颜色叫浅 你看 各种的材料 在这个我的桌面呢 这个是 山楂 这个 这个是陈皮 陈皮 对 还有一个 荷叶 荷叶 荷叶来的 荷叶 因为我们现在男生最怕什么呢 怕 男生最怕 大腐贫贫 对吧 我们讲这种 大腐贫贫的这种 男士呢 多半呢 它是一种弹湿 而且往往呢 它的血脂会有一些异常 所以呢 我们加入荷叶 它是一个清香 去鼠化湿的一个作用 但是最重要 它有一个 酱汁和减肥的一个作用 那么山楂呢 它除了我们知道的 健脾开胃 对 其实山楂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可以活血降脂的一个药物 而且就是它呢 它是有一种 甘酸甜的味道 那么陈皮呢 它是一个 锂气和味 中医讲 气型则血型 所以加入这个 陈皮锂气之后呢 更有助于它这种 弹湿的一个去除 所以呢 我们就是给男士们 提供了这样一款这个茶 那么就希望它能够 去除它们的弹湿 改变它的这种 大腐甜甜的这种形象 变成各个都一样的 树林峰的样子 对于小朋友的呢 我们往往是用一个 独角精 麦芽 三渣也是同意 就是开胃 健脾消脂 只要它不积食 它就不会出现湿 老人家去湿呢 是重在浮症 那么浮症呢 我们主要从这个 健脾和益肾的方面 所以我们会 让它用一些 芡食啊 薏米啊 这一类的 来做成粥也好 汤也好 其实都可以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薏米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抗肿瘤的药物 哦 电视机前的您呢 还可以拿起手机 渐渐刚刚 好好吃饭 芙苓在锅里 病里 在桶里 再加上红豆 身体 秒变 今天给大家 安利一道美味 又趋势甜品 芙苓红豆蛋挞 食材首先是 芙苓20克 红豆30克 先煮好 然后呢放到 我们的碗里面 打4个鸡蛋 加150克的牛奶 搅拌均匀 最后呢 加适当的 白茶糖 不要加太多 太甜了 反而会不健康 放到我们的蛋挞皮里面 弄到我们的空气炸锅里面 温度可以调到180度到200度 吃到8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素脆可口 入口即化 不一样的蛋挞 一样的健康 吃气通通都带走 你值得拥有 心动不如行动 赶紧动起来吧 关注健康有道 将近做菜健康又美味 先祝点一下 好 还有好吃的 最后一會 我会做到你 最后一会 尽力